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启动老师 欢迎来学习维基分的课程 我们已经认识了自然指数函数 不过除了以欧拉数1为底数的自然指数函数 还有以其他正数为底数的一般型指数函数 所以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会遵循相同的脉络 来了解一般型指数函数的运算技巧 我们在高中学过以任意正数为底数的指数函数 与其对应的函数图形 现在就让我们先回顾这个概念 在底数a大于1的时候 对应的指数函数a的x次方 是个位于x轴上方 递增上凹的曲线 而且会通过01这点 至于在a等于1的时候 显然1的x次方就是阐数函数1 所以它的图形极为高度为1的水平线 而a介于数值0和1的时候 它的函数图形同样位于x轴上方 并通过01这点 不过却是个递减上凹的曲线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它的导数公式 画面上方是对应的结果 首先是a的x次方的导数 为原函数a的x次方再乘以loga 然后是推广的形式 假设uofx是一个以x为变数的可为分函数 则a的uofx次方的导数 就会等于原函数a的uofx次方乘以loga 再乘以u的导数uofx 我们可以观察到 显然第二个公式是将第一个公式中的变数x 以函数uofx取代之后 所得到的推广结果 为了得到上方的结果 我们必须借助自然指数1的s次方的导数公式 因此我们透过这个机会回顾对应的结果 自然指数1的s次方相当特别 它的导数就是它自己 而且它还是唯一一个为分等于自己的函数 坦若将次方的变数x以其他可为分的函数uofx来取代 则1的uof次方的导数 就是该函数1的uof次方 再乘以u的导数u'ofx 我们将使用以上的自然指数导数公式 来验证画面上方的结果 先考虑第一个公式 也就是a的s次方的导数 我们可以利用自然对数logs和自然指数1的s次方 互为反函数的关系 先将a的x次方取自然对数再取自然指数 也就是后方的呈现 这个结果仍是原函数a的x次方 接着将中心放在次方的部分 我们可以借由对数率 将自然对数内的次方x提到前面写为细数乘法 如同后方的式子 然后利用推管型的自然指数导数公式 这个结果就是原函数 1的x乘loga次方 再乘以次方函数 也就是xloga的导数 后项可以借由x一次多项式的导数公式 得到loga的结果 再次利用自然对数和自然指数互为反函数的关系 前项可以写回a的x次方 就完成了第一个公式的推导 接下来我们将验证第二个公式 为了方便起见 先定印函数f为原先的a的x次方 根据刚刚得到的结果 它的导数f'就是a的x次方乘loga 在这里我们发现a的u的x次方 就是合成函数f of u of x 于是利用微分的链锁率 会变成f' of u of x乘以u的导数u' of x 套用上方f' of x的结果 将当中的变数x以函数u of x取代 则前一项就是a的u of x次方乘以loga 得到我们所要的公式 现在让我们借由以下的解题 来应用刚刚介绍的导数公式 请求3的s次方的导数 显然我们必须使用上方的第一个公式 当中的底数a对应于数值3 因此结果是3的s次方乘log3 第二个问题则是求10的3s平方加5s-1次方的导数 我们可以使用第二个公式 在此公式中的u of x就是位于次方的函数3s平方加5x-1 所以结果为原函数乘以log10 以及将底数时取自然对数 再乘以次方函数的导数 利用多项式的导数公式 最后一项会是6x加5 我们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介绍导数公式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对应的不定积分公式 将上方公式1的等号两侧同出于loga 就可以得到a的s次方的不定积分 为loga分之a的x次方再加上积分常数 我们只要上加利用这个公式 就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 现在来看以下的范例 请试求cosx乘以5的sinx次方 所对应的不定积分 和上面的不定积分公式比较 我们尝试将次方的函数sinx 视为新的变数 应用代换积分法划解问题 于是定义新的变数u等于sinx 则它的微分量du等于cosx dx 所以5的sinx次方就化简为5的u次方 而原式前方的cosx 可以与后面的dx搭配改写为du 这个形式与上方的不定积分公式一致 套用后得到log5分之5的u次方再加上c 最后将变数u以原来的sinx带回 我们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以给定正数为底数的一般型指数函数非常重要 可以用来描述许多现象 而透过本单元所介绍的运算技巧 也让我们有足够能力 可以解决对应的问题